台湾人民这次你要看到你的对手是什么样子的 希望台湾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你不打你跑老子打你去 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吗 我有几个绝密情报现在不能告诉你们 发生的事你都很难想象 共产党内部崩溃到什么程度 就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军队 它即时的决定和调动 包括开着坦克到海边沙滩上逛两圈 让中国那些粉红们 让那些孙子们 让那些兴奋兴奋 就这个动作美军台军随时上和日军 你想想共产党还有秘密吗 就连共产党接下来 就是当时在台湾内部的 包括找人上去抗议去 你Nancy Pelosi你不能代表中国人 不要参加内政 这帮卖台贼们的所有行为 美军都知道 这就叫站在正义一边 全世界站在台湾一边 解放军里边咱们战友有多少 就希望台湾能赢 就希望美军能把共匪 马上给它消灭了 更夸张的你可能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有的国民党内部 有一帮孙子 同样也给共军提供情报 就把整个台湾政府的所有行为 包括Nancy Pelosi 议长到台湾的行动 全给共产党 卖台贼之嚣张之疯狂 也对我也是个震撼